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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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去拿几块毛巾 好的 我去拿 妈咪 这两本书 带去给外公解解闷吧 好的 莎莎 妈妈有事问你 宝贝啊 今天乱撑一团了 妈妈还没问你呢 萧玉辰跟灵溪的事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啊 我早想跟你说呀 但是你没给我机会 而且这事 不是翻篇了吗 怎么会翻篇呢 我想想就生气 这两个明明是一对的 这灵溪还特意跑过来 当众揭穿 这分明是让我们难堪 不愧是高文丽的好女儿 妈咪 不是这样吧 你少护着她 我不是护着她 今天萧玉辰当众解释清楚 我觉得挺爷们的 而且灵溪也没错啊 是 这萧玉辰还真不错 可惜了 怎么会看上灵溪呢 妈咪 宝贝啊 千万别难过啊 不是 我没事啊 我对萧玉辰没感觉的 你很优秀 萧玉辰不跟你 是她的损失 咱们会找到更好的人选啊 妈咪 你以后 不用给我介绍相亲对象了 宝贝啊 你年龄也不小了 要开始找起来 我知道你们年轻人 觉得相亲很土 但是你从小在国外读书 这里认识的朋友不多 妈妈是帮你拓宽一些 选择的范围 你给我接触接触 不强求 千万不要固步自封 我感觉感觉看看好吗 嗯 妈咪 我上次说的是真的 我有男朋友了 你有男朋友了 是不是那个 入串的 让你拉肚子的那个男的 但是拉肚子的事情 你们不能怪他 是我肠胃太弱了 他叫什么 干什么的 他叫魏天 是我同事 同事 嗯 那你们就在华生 嗯 他是哪个部门的 什么职务 大客户部 大客户部 那不是灵溪的下属吗 他很优秀的 宝贝啊 妈妈认为呢 你这件事 要慎重再考虑一下 不是 为什么呀 他很有责任心 而且对我也很好 对你很好 很有责任心 这是不够的 两个人在一起 不能光考虑到 你们两个人 而且还有两个家庭 你们完全部门当户对 我们怎么部门当户对了 我们是同事 而且他是翻译经理呢 翻译经理 哎呦 宝贝 这也值得你一提 你反对 是因为他是灵溪的下属 这是理由之一 最主要的是你跟他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都没见过他 你怎么能武断地下结论呢 我跟他相处得很愉快 是 现在是很愉快 那是新奇 等新鲜馆过了以后呢 两个生活是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人 在一起 那是互相折磨 好了 我不想跟你说这个了 是他吗 妈咪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是你也相信我 我和天歌不是平行线 我们可以跨越任何的鸿沟 我们可以跨越任何的鸿沟 喂 天歌 有空啊 那我带你去见一下我朋友 真的 对吗 难道 不 不要 我 坐 我 走 我要 clutter 我 你 儒 爸爸 你 我听毛沫说 附近开了一家甜品店 还挺好吃的 要不我们去吃点 不饿了 那你可不可 我们去逛逛超市买点水喝 这样 明天下班我去接你 一起去看外公 我下班自己开车去就行了 好嘞 谢谢 谢谢 对不起啊 我错了 为什么说对不起啊 我不应该 事先没给你宝贝 就去参加了高手社的寿宴 我更不应该 坐在谈查站那里说 然后莫名其妙地被撮合 我最最不应该的是 那么晚跟你公开关系 造成那么大一个侮辱 一直不愿意公开的人是我 所以是我的错呗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真的错了 你就原谅我吧 好吗 放开 我不 你不原谅我就不放开 我原谅你什么呀 我从来都没有说 给我生气了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要是连这条自信都没有 怎么当萧总的女朋友呢 那 那你刚刚你跟我说 我说什么了 你学坏了你知道吗 不行啊 我现在不开心了 那我得惩罚你 你 打听广正之下 你干嘛 大听广正之下怎么 现在已经公开一首舞了 你这么设 哎呦 现在这年轻人啊 怎么这么不想话 少儿不义 弟弟我们回家 真是的 谢谢你啊 走吧 好 那我去吃个夜室 李白全集 英译本 这本书你知道吗 我听过 我记得是 你小姨的带你坐吧 其实是我妈妈姨的 花了三年的时间 研究用什么样的词语 在表达上才能够 更加地优美 怎么样转换 才可以更加地精确 她的整个研究生生涯 都在钻研 怎么把这本书理好 那怎么就变成 你小姨的作品呢 因为我外公 不喜欢我爸妈在一起啊 但是我妈妈还是坚定地选择了我爸爸 所以他的名字就从这本书上消失了 可是 在我的印象里 高教授应该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吧 而且今天寿宴的时候 你们在争辩 我就觉得高教授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是觉得这样啊 如果有机会 你还是要查出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真的有误会 就别让歌后变得更深 对不对 三十多年过去了 总之结果就是我小姨得了很多奖 在翻译界也抽了名 对于一个译者来说 她偷了我妈妈的作品 就等于是偷了她的文章 我明白 所以啊 你们和小姨家就嫌了两个了 打从我知道这件事情开始 我就很生我外公和我小姨的气 他们一个 用窃取来的成果获得荣誉 另一个 明知道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却还一直总能扔 那我明白 明白你的分头 我明白 但其实在今天之前 我一直以为如果有一天 我真正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会非常地愤怒 会失控 但其实我今天并没有哎 那是因为我们的林总监 成熟长大 我今天看到我小姨那种 躲躲闪闪的样子 她好像是在跟我吵架 但更多的好像 又是在说服她自己 我其实一直觉得 她是一个非常强硬 又尖酸刻薄的人 我没想到她会这样子 我那么一瞬间 我甚至觉得有点好笑 其实 她就是一直生活在 你妈妈的印度之下 她非常想要成为 像你妈妈那样的 但是失败了 你能相信吗 我其实可以理解她 为什么呀 因为 因为我跟她都是 活在阴影之下的人 虽然我表面 非常地抵触高家 但其实在我内心 我一直想要成为外公那样 成为一名优秀的艺者 所以我也在往那个优秀的标准上努力 我要成为KPI女王 我要成为没有短板的拳材 我不想输给莎莎 我也不想被我外公瞧不起 这也算是一种阴影吧 你已经是了 不过呢 我觉得我比小姨幸运 因为我已经走出来了 有一个人呢 在我难过的时候 可以给我肩膀靠 在我受到挫折的时候 可以让我重新地 审视我自己 甚至是 在我错过的时候 还愿意站在原地等你 是她告诉我 我不需要站在任何人的阴影之下 我可以自在地做我自己 你放心 不管什么时候 我都在 走 谁啊 陳致先生 你好 关于退房的事情 佟女士有和您沟通过吧 她跟我说过了 但是我东西有点多 离她还需要一些时间 佟女士是我们这儿的VIP 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整理的服务 我不需要 怕你们把东西弄坏了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 都是经过专业的管家培训的 而且我们承诺 一旦有可碰 按照市场价的十倍进行赔偿 主要是现在已经大半夜了 我还得去叫搬家公司的车 这您就更不需要担心了 我们有针对VIP的专车接送 一定会一条龙服务的 平安将你送到目的 想走 没那么容易 还有楼膏 什么楼膏呀 就是你装坏我呢 还有获得限量版 货国子承保造型的楼膏 我想起来了 就是那个 哈利波特限量款 货国国子承保是吧 对 你不帮我批好 别人好 行 我帮你拼好 我不走 陈先生 可是这边是退房的最后一天了 我家爱过的诺高 还有诺高 不别 别想跑 我挂了整整一个面时间拼的诺高 还有诺高 还有诺高 您帮他扁 我 对 我得收拾行李啊 今天不是退房最后一天了吗 我家爱过的诺高 陈先生 嗯 我不查这一时半会儿呢 要不你先按别人屁点吧 顾北别想跑 安抚他 爱我诺高 别拖了 这 爱我诺高 行 别哭了 哎呀呀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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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点 哎呀 别哭了 哎呀 别哭了 爱我诺高 爱是童女士吗 哎呀呀 怎么样 还是我提示吧 早就看出你不想走 就是没找到房子吧 哦 是吗 那不然还能因为什么呀 哦 我还以为你舍不得我和我老妈 我是那么儿女情长的人吗 哦 那就算了 干嘛 我本来还想为你 主动洗手我的混锅子重宝 现在嘛 我打个电话给我妈秘书 希望就能帮你转到去处 哎 算了 算了 我只要是怕我走了 你会想我 哎呀 我会想你们的 真的 那当然了 嗯 那现在这混混锅子 还需不需什么呀 哎呀 行啊 来了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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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哎呀我爹呀 哎呀我爹啊 退会了 他现在要跑路了 皮特 程耀哥哥不是要跑路 是租约到期了 我不管 我拼了真的一个月了 他不愿不得懂 那个 程宝说我不想赢退了 我不负责了 你不要闹了 妈妈可以帮你拼 同心 程宝我来拼吧 小孩子不懂事 你别放心上 我放在心上呢 不准是老狗 爸爸 怎么了 怎么了 李阿姨 怎么了 怎么了 你们会势势我妈妈 程耀哥哥把我乐高扔罪了 我妈妈要把程耀哥哥赶走 别哭了 什么情况 只是房租到期了 我征求了程耀的意见 退租了 但是他非得吵着程耀拼乐高 耽误他的时间 你要是非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就达到恢复了呗 对 李奶奶 李奶奶已经把你那个房间租出去了 租出去了 我怎么 对啊 我们都以为你那么长时间 不回来住就是不住了呢 就租出去了呗 你说这个怎么办呀 我今儿还必须得退租 那我只能睡到马路了 今天外面还挺冷的 你出去的时候多穿两件 别动感冒了 妈妈 程耀哥哥不会有危险吧 你别敢程耀哥哥走了 可是程耀哥哥住的那个房间 是啪啪的 现在租期到了 妈妈也没办法 这个好办啊 房间是我租的 续租呗 好笑啊 现在羽翼和华生是锦翼合作期 程耀呢 又是双方团队的重要成员 他现在流落街头 那我作为雨的老板 坐你帮他吧 还得是你 萧总 大气 程耀哥哥不走了 程耀哥哥留下了 这个数字有更新 你确认完了没有问题的签字 你确认完了没有问题的签字 你们核对过吗 嗯 你们核对过吗 那 那 谢谢啊 谢谢啊 喜欢东西啊 别别别别胡说啊 这不是那个 雨翼跟华生在合作吗 这关系四舍五路 他也算是我的上司 我都是为了工作 为了工作 对 那行 我待会儿跟童琴说 给奶奶那房子 又不租出去了 那麻烦你干吗呀呢 我自己去说就行 你说 你舍得说啊 我当然舍得说呀 我又那么明显吗 我有那么明显吗 你跟我之前去买雨的时候 我就猜出来了 可是我总觉得 他在躲着什么 我们这边结束了 回家吧 嗯 拜拜 那我先回家 拜拜 走吧 刚才什么情况 你不是也当助攻了吗 我还是能那么明显 我又不傻啊 我又不傻啊 我觉得程耀挺好的 皮特也喜欢他 他和童琴挺配的 不知道啊 童琴受过伤 没那么容易 投入一份新的感情 没有很多故障 程耀呢 这方面太单纯 他还嫌疑家 我都觉得 正好可以 一直有东西呢 啊 但是 还有很难的意外 你怎么用我呀 喂 妈 儿子 高教授情况怎么样 他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就是需要留院观察几天 没事 放心吧 妈 你说这个事闹的 让我以后怎么见高龄啊 都怪你自己非要抓我的 给医生上科研长 怪你自己吧 怪你儿子 行行行 怪我怪我 怪我 你说你这孩子 什么事都藏着 也不跟我们说 你跟那个灵溪到底什么情况啊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 妈 你这一连串的问题 我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改天跟你细说吧 改天 改天是哪天 你今天要不说好哪天 就不许挂机 下周吧 下周行吗 行 改天审你 这样吧 这样吧 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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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太阳大 带发散 不了 王爷 我今天这个包太小了 你戴上吧 要不你这皮炎又翻了 很难受的 王爷 现在大人的话呢 小孩子是听不进去的 王爷 我真的没事 我今天是去见朋友 又不是去晒日光浴的 我走了 你不是带我见你朋友吗 你怎么来这儿 对啊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的秘密基地 对 莎莎 我呢 这个人很简单 平时除了工作以外 就是跟朋友在这儿打打球 这个操场上 都是我在下海最好的兄弟们 现在我跟你好了 所以 我希望把你也介绍给他们认识 来 走 天儿哥 快 带人来的 天儿哥 可以啊 带人来的 那个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小龙 这个大雷 还有小新主任 还有那个大个浩克 我女朋友 还是莎莎 你们好 叫我莎莎就行 莎莎 莎莎 还得叫嫂子 金丹丁了 我会提醒你 今天终于见到活的了 我叫欣欣 今年十八 次行当生 你看看有什么 是你呢 打不打了你 走 我们先打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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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沈 你别在意啊 他们就是这样 没个正经 没事 兄弟之间开玩笑正常 那我们去那边 走 要不你就在这儿晒晒 嗯 包里有水 你要渴了 你就喝一点 嗯 你要是怕晒的话 你就 拿这个披着 天儿哥 嫂子怕晒啊 那可不行啊 我们的局基本上 天天都是顶着大太阳干的 好 嫂子你得适应适应啊 啊 先去吧 好 稍微快点啊 没事 你去吧 我在这儿看着你 那我先去了 包里有水 来来来来 重要了 一切的一等人 会听瞎脚步 等一等 演員分不共生 對是你溫柔的眼神 何時有無數可能 參與或退出你 人生 有心共有這過程 你我的故事也還算完整 能不能變成了 奔向給我 人望 當這結局變成非你不可 就是我們在此一段旅途的 你臉怎麼這麼紅啊 我沒事我就是有點熱 不打了 哥哥我們今天先不打了 先回去了 這什麼情況啊 這才打多久 咱們好不容易聚集一次 走這麼早 回頭我請客吃飯 天哥你跟他們去玩吧 我自己去買瓶冰水就行 不用你打了 嗓子別忘了給我介紹女朋友啊 記得小雯吃火鍋啊 火鍋 火鍋 還有女朋友 一個 一個 去 去 珊珊 不好意思 今天是我沒考慮周全 以後我打球你就不用陪我了 不是是因為我今天忘記帶傘了 下次帶傘就沒關係了 沒事那多麻煩啊 真的不用了 抱歉啊天哥 是我掃了你們的信 害你被兄弟們抱怨 沒事 他們單身狗什麼都不懂 聽話啊 他也會留給親個子 才過來 treasury 拍照 好 想說 만약 我 莎莎 你干什么呢 妈咪 你干什么呢 你呀 你呀 知道痛了啊 知道痛了 也不避免 今天是个意外 什么是意外 有些意外是不可避免的 有些意外纯属是疏忽 你说说你 你又不是不知道 自在是日光性皮炎 会过敏的 你那么在意他 他在意你吗 妈咪 我只想涂点药膏 能不能不谈这个 行行行行行 妈妈 我不说了 反正这路啊 是你自己走的 走到最后啊 哭着回来 这也是你自己的选择 嗯 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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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陆总监再接再厉 一步不可掌握自己 还有小余总部 最近各大高校都推荐了 不少优秀的毕业生 你们应该实时地 吸收一些新鲜的学历 尤其是阿拉伯语的 我始终认为啊 试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 为此表扬一下比翼三组 最近几个项目做得非常优秀 谢谢张总 林总啊 他把这僵尸团队给盘伯了 这就是个魔头 分分钟翻身重来 说不定啊 就怕要回大客户部了 好好好 林夕啊 起来说几句吧 其实我觉得我很幸运 在我的团队里能有像徐老 梅华姐 林峰这样优秀的一员 其实我只是合理运用了他们的所长 把我们比一三步的功能 发挥到最大化 其他的我也没做什么 记得毕业的时候 我的导师曾经送给我一段寄语 无论在什么岗位 都一定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要让老板睡得着觉 张总 您最近一定是高枕无忧吧 托你的福还算是睡得好 好 这样啊 大家都好好工作 年底的奖金不会亏待大家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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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组 我们组可是第一次在大会上被表扬 真是扬威吐气 有灵溪带着 以后这样的表扬不会少 不过嘛 希望张总可以多给一点实质性的奖 哎 荣誉不能跟金钱挂钩 可是没有金钱的荣誉 就是耍流氓 这 好 可以把那边坐在这儿 了 伦细啊 一会儿散了会来一趟我办公室 张总 我二十分钟之后还有一个语音会呢 跟客户 不着急 我要跟你说一些事情 之前幻港公告上取消了你的年终奖 我觉得有失偏迫 之后我会向总部申请 年底恢复你的奖金 不妥吧 公司的制度朝令夕改的 更何况 我带领三组做出成绩来 那是我的分内事 您不需要为我铺利的 制度是死的 人是活的嘛 三组的工作呢 已经走上正轨了 我觉得你可以把手上的工作 交给徐老 我还有其他的任务 需要你去办 其他任务 协助陆克里 处理一些突发事件 张总 是这样的 徐老呢年纪大了 美花姐又快生了 林峰小孩又扛不住事 我觉得三组还是需要我的 而且当初也是 我在工作上出了纰漏 把我调走了 那现在这么短的时间 又把我调离比一组 很难服众吧 那公司的调令 能不成开玩笑了吗 林组长 作为下属 你应该服从张总的安排 干吗故意踢皮球呢 张总 我真的来不及了 我知道 你就不要和我打太极了 我带了你这么多年 还不了解你吗 好了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不要和我客气 张总 张总说的其他任务 是陆总监羽翼项目 出了什么问题 自己捅着篓子 自己说吧 口译部在处理 羽翼招股文书的时候 出了点纰漏 一点纰漏 他们把我看不见 翻译成你 绝不麻痹大意 翻成不作为 并且呢 这件事情 已经在口译部的微信群里面传开了 还有人把聊天记录 当成谈词转发了出去 现在业内都在看我们的笑话 张总 我保证这种事情 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以后我一定会慎之又慎 行了 马后炮的话就不要再说了 这 林夕啊 比翼的项目 你是最大的功臣 不管是前期调研 还是后期跟进 都是费了很多的心血 我相信 你也不希望这个项目 不了了之吧 张总 我语音会来不及了 而且 语音的项目呢 不是我灵溪个人的 是华生的 所以绝对不会不了了之的 我说了也不算 对吧 张总 林蕾 你看这 灵溪啊 不要着急 看什么呀 老若 你先出去吧 那我走啊 坐 坐 坐 现在人走了 刚才咱们俩唱了一个白脸 一个红脸 老陆现在心里慌得不得了 有什么要求提吧 不管是什么 只要我能做到的 一定会努力去做 您这话说的 好像我趁火打劫似的 这样 你之前打的申请报告 我都批了 什么许江南申请翻译助理 陈美华申请母婴室等等 这些都批了 好吧 像这种私人性质的申请 在华生可是没有先例的 我是看你面子才办的 敢 张总 那你这可是自愿的啊 我可没让你为难 可是换作以前啊 你肯定不会协助老陆 一定要求把这个项目 交给自己全权负责 是什么转变的你啊 当了这么多年的刺头 我也想当个好人 你个皮红 以前啊 只是为了财务 那样的价值观 太过一单一了 我现在还觉得 现在在工作中 获得感才最重要 还有团队合作 给我带来的踏实感 成长了吧 成长了 赶回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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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爱确信的很珍贵 等待你拥抱我 重温的不知所措 绚烂成烟火 温暖会把我都记得 原来爱记得 重新教会你和我 微风起伏着日落 你望着我 直到云子容忍了情河 再牵起你的手 顾盘在彼此的眼眸 幸福的生活 长拥有 和你同往刚落 一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